大家好 我是真真 欢迎各位后面们收看本期的《为啥换这车》 那么今天我们是到店来给大家看一款新车 说到这个汽车品牌前不久拍摄了一段广告 其中这个广告里有一段话广为流传 那就是没有后驱不算好 现在我身边停的这辆就是上周刚刚正式上市 并且公布售价的凯德拉克CC4了 亲民大后驱这么一辆轿车 也是同级别唯一辆后驱形式的车子 那真的是无后驱不好滑 下面我们就来近距离的看一下这款凯德拉克CT4 那么凯德拉克CT4实际上是被当作标轴ATS的计认者 那么从外观上一眼看过去 确实实还是那股很熟悉的味道 这一看非常像二哥CT5 再一看非常像大哥CT6 其实我是3D CT4 那么的确咱们从外观上能够看到 CT4也是应用了很多家族化的这种设计 顿型的中网 脸式的大灯 但是CT4追求的是更加年轻 更加运动 所以说在一些地方上也做出了区别 比如说这个脸是大灯这里 二哥CT5在这个地方是断了 但是CT4却是一直贯穿下来了 还有一个不同的点就是在下包围这块 CT4是采用两块比较大的镀铬装饰 把车头的攻击力一下子就提升了很多 那我们再来看到侧面 一条腰线直接打过去非常的简单 但是为了做出区别 在后面门把手这里又做出一条短的腰线 是直接连接到了北灯 那咱们再细看会发现 CT4的窗框用的是黑色的装饰 而没有用镀铬 我们都说这个镀铬装饰 能够凸显这辆车的豪华感 但是CT4却选用了一个黑色的设计 我想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显示这辆车的运动感 那么轮胎方面 CT4选用的是马牌Pro Contact的RS系列的静音胎 规格是2354028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车尾 尾部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牌照架的位置了 是下移到了后备箱门的下方 再有就是这个小压尾的设计了 从侧面看过去实践效果也是很棒的 尾增的设计也是家族化的标志设计 CT4也是采用了一个隐藏式的排气设计 不过你稍微蹲下一点 你就能发现这是一个真实的两处排气 那么下面我们再打开后备箱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开口面积还是非常大的 并且它的后排座椅是支持四六比例放倒的 可以放一些很长的物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后备箱的高低位置是有一些落差的 对于我这种身高的人拿取东西来说 不是那么的方便就需要弯腰了 也不是很舒服 那么我们也是在后备箱里放了一个 和28寸行李箱差不多大的一个婴儿车 并且周围也可以放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OK那么车外先和大家聊到这儿 咱们接下来再去到车内看一眼 那么坐进来之后 内饰的风格感觉是跟CD5非常像的 那我们先来看看内饰的用料吧 中舞台的上方 副驾驶的前面 还有门板这里采用的都是软性材质所包覆的材料 摸上去手感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在方向盘这里采用的是一个打鼓式的设计 并且这个39点位置的握感真是相当不错 后面还有一个金属的大波片 其实这个对于下赛道还有跑山的朋友们来说 那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配置 医药盘用的是机械指针加4.2英寸液晶的混搭 其实现在很多车上你都能够看到是采用的全液晶仪表了 但是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还是很喜欢这种纯机械式的 因为我觉得它能够给予我这种感官上的直接刺激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这块八样寸的中控屏 支持苹果的Copplay还有百度的CarLife 操作起来整个系统的流畅度还是不错的 并且顶配车型也用的是14个喇叭的BOSE音箱 前排主部驾驶都是电动座椅 并且这个高倍车型还多了一个座椅机翼的功能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实际的测量一下 这款车的乘坐空间表现 那么现在前排座椅已经调整到了一个平常我的驾驶坐姿 我的头部空间大约还有一拳的距离 OK那么接下来咱们再去体验一下后排 现在我是坐到了CT4的第二排 可以看到这样的空间对于我这种人来说还是比较紧促的 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在我的头部还有我的腿的前面 这个空间还是挖出来很多的 足以证明CT4的设计师还是非常用心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眼第二排的配置都有哪些 后排的出风口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 不过这个居然没有配一个USB的充电口 我觉得后期还可以继续再优化一下 然后就是这个地台真的是非常的高了 中间坐人绝对不是特别的舒服 短途还可以长途就算了 那么车内的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OK那咱们又到了总结时间了 我们这次只是静态的体验了一下全新的凯迪拉库CT4 虽然说我没有开启这款车 但是从外观到内饰 整个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CT4这款车的调性 变得更加年轻更加运动了 2.0T加上80T再加上同级唯一的一款后驱车型 如果你问我为啥换这车 那我想这就是最牛逼的理由了 那咱们再来聊聊它的这个价格 先抛开别的车型不说 咱们就拿自家的二格CT5来说 它们两个在价格区间上没有形成一个交集 做到很好的区分 那么说如果这款车再去跟BVA较量的话 我想它的最大优势就应该是这个价格区间里面 唯一的一辆后驱车型了 如果说你想要玩一台后驱车的话 但是呢 你的购车预算又购不上BVA的话 我想这辆凯迪拉克CT4 就是你最最应该首选的车型了 好了 那么本期的为啥换这车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那么在后面的话 我们如果能拿到这台车的话 也会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款车开起来的感受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